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个酱香手抓排骨 超级的煎的 但是十分的好吃 排骨买回以后我们把它开成长截子 当然也可以买到我的放一把排骨 大概十厘米左右一根比较合适 外里头给它放几个花椒 再把五香粉给它加下去 还有就吃个甜酱加下去 这个我用的是三年的豆瓣酱 这样子酱香味更浓郁 吃起来更好吃 再加点脑椒下去 脑椒也就是它的米酒 或者叫甜酒粮 骨抵可以让马胃的时候排骨更容易无味 调料加完以后给它拌匀 不用再加盐了 因为甜面酱和豆瓣酱都有盐味 调料拌匀以后给它放到排骨倒上去 然后用我灵巧的手给它抹匀 当然也可以戴个手套来替这一步 排骨抹匀以后我们还要用保鲜膜给它裹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裹好以后是放到冰箱冷冻室里面 让它慢慢作为的 所以裹裹保鲜膜的目的 第一个不得走势水分 第二个不容易摘味 这款是裹好的排骨 你放过十天半个月甚至半年 它的味道都不会变 不要舍不得你的保鲜膜 多裹两层这款米皮细效果很好 排骨裹好以后放到冰箱冷冻室里 三条以后就入味了 香吃排骨直接拿出来就要得了 撇脱的很 今天先来一个四根 喷起吃耍 这个样子想吃排骨就真的很方便了 任何时候想吃排骨 饼上拿出来 过过十天半个月 它味道都不会变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做饭慢 是因为你的前期准备工作 得做好 这样子有点存活 心头就不慌 任何时候哪个朋友 那些随便冰箱打开都是一桌 我的冰箱反正没有问题 就是哪个四个八个人 那些绝对吃得八八四四 把这个撕开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放到我们蒸笼里的蒸了 水开以后放进去 蒸个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解冻 直接蒸的话 这个是撇脱这样子 如果你是解冻了排骨的话 蒸不到那么久 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就够了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蒸 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要排骨一定要离骨 它才香才好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会儿茶 看点树啊那些 时间够了 关火 好 准备啃排骨 就这么简单 我不怕烫 看好香 现在锅成一根小汁的蒸馅 直接就可以啃了 八四百 就有没有解冻的 随时都会吃到这种酱香排骨 八四百 八六百 八四百 七百